北京炸姜面 酱最重要 食材 肉末 姜片 蒜片 葱花 黄酱 甜面酱 黄酱7分 甜面酱3分 这是起锅 油 多哥 多哥油绝不点水 一点水它就卸了 先下姜片 下点蒜片或者蒜末 把姜蒜煸香 肉末进去 哗啦哗啦在油里分分一翻 变色了 从红的变成白的了 倒黄酱 甜面酱 然后先让它在大火里头 有那么三四分钟 给它搅 你这铲子别停 别懒了 这时候不能停一停 粘锅了 在这个收成小火之前 把葱花撒进去 这叫倒酱锅 然后你就收成小火 这个酱呢 你就跟在这个小油锅里头 不动不动 你就慢慢扒着 它绝不会糊 多长时间 我自己五六分钟 我就起锅了 最后呢差不多要起锅了 这个时候可以煮一点糖 搁点糖提提味 让它填口 最后起锅的时候 把这生蒜末 再倒里去拌一下 让这个生蒜末 在这个烫的这个酱里头呢 半生不熟的 还有蒜味 北京炸姜面 马子最重要 客人来了 一定要上八个马 胡萝卜丝 芹菜末 菠菜末 白菜丝 小水萝卜丝 黄瓜丝 最重要的就是一道豆子 青豆 花椒油 辣椒油 醋 再有一盘辣拌蒜 你带客如此 客人挑不出毛病来 我这一桌子饭 我跟你说一实话 到不了一百块钱 大家吃一个动物园